下一個是檢驗有機化的物 這個有機物基本上燒完之後它一定有碳 所以燒完之後應該會有二氧化碳 另外一個是我們產生的時候說在那邊氧化銅供熱 它也會產生二氧化碳 還有一個就是乾溜 木材乾溜 最後會剩下的是黑色的碳 乾溜那件事比較重要 乾溜那件事比較重要 會留下黑色的碳 這個是生物也教過了 理化也教你要背下來 就是如何檢驗澱粉 用所謂的點液 點液本來是黃河色 碰到澱粉會變成藍黑色深藍色 我跟你說過了 點液是點溶於點化鉀 會作用的是點 要有點才可以 所以點酒可以 點酒是點溶於酒精 它也可以來檢驗 但是不可以拿點化鉀容易 點化鉀裡面是點離子 它就不能夠作用 所以這是檢驗定的 然後生物也教過 檢驗葡萄糖粉飾液 粉飾液 粉飾液應該是藍色的 它會變成變顏色 還有人會寫到紅色 反正就是偏 越偏紅就是表示 葡萄糖就會 越多就對了 越多就對了 所以我們寫遇到黃沙 還有人會出現紅色 反正就是偏紅就是葡萄糖比較多 這兩個都是以前就教過的 生物教過了 理化又教一遍 你跟我背好就對了 我背好就對了 這一頁比較不重要 因為現在大部分課本都沒有在寫了 你看一看就好了 蛋白質 那個蛋白一般來講 加熱之後會凝固 就是你煮那個雞蛋的時候 加熱之後那個蛋白會凝固 然後呢 加到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這個我上次跟你提過了 這個還比較有可能會出現 加過濫藍水便景會橙色 再加硫酸粉 會有一些顏色 這些後面這些東西 現在都沒有焦了 就看一看就好了 沒有焦慮之後說 他也不太會考了 我們就看看就可以了 這個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下一個是 醫料的部分纖維 這個是會問到 我們有所謂的動物性纖維 植物性纖維跟合成纖維 植物性纖維就是纖維素 那麼紙當作纖維素做的 所以燒植物性纖維的結果 就跟燒紙的結果差不多 基本上沒有太特別的味道 沒有太特別的現象 沒有什麼氣味 燒完就一些灰灰的樣子 跟燒紙差不多 動物性纖維的本質是蛋白質 所以你的頭髮是一樣的 所以燒出來就跟你燒頭髮的情況是差不多的 就會所謂的捲曲Q毛 然後呢會有一個臭味 因為很安的關係 很安的關係 好這些也是羽毛 就是毛髮之類的東西 然後重 然後再來就是燒合成纖維 重點是它會溶掉 然後末端成小球 這是它的重點 會末端成一個小球 這是檢驗醫藥的部分 這個可能會考 那麼這以上就是一些有關於 檢驗有機化物的方法 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好很好 好來我們看一下 立體 請問你 我怎麼知道還有澱粉 就是所謂的要檢驗澱粉 剛才請你配過 我們用什麼玩意的檢驗澱粉 點液 或者你可以用點酒 含點的東西 所以呢 點液結澱粉會怎麼樣 它會從原來的黃和色變成 藍黑色深藍色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選C 這是檢驗店 那麼所以就請問各位 這些檢驗方法誰是錯的 哪一個檢驗方法是錯的 有些其他是對的 就那個方法是錯的 誰是錯的 黃伯祥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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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的 蛋白質遇到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所以綠色是錯的 請問你 請問你 我用什麼方法可以知道這裡面有 蛋白質 加本C檢驗誰 加點液檢驗誰 加綠化雅菇檢驗誰 我怎麼知道裡面 誰有蛋白質 我哪個方法可以吃好蛋白質 不吃 不吃 不兩 你做 好 硝酸被蛋白質會產生黃色蛋白酸 選項A本是以本性是用來檢驗葡萄糖的 從藍色變成綠到黃 好 點液是用來檢驗電粉的 從黃色變成藍、黑色、深藍色 YR工是檢驗水的 會從藍色會變成粉紅色、紅色 所以A、B之都不對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好 硝酸檢驗蛋白質 以上就是有關於一些檢驗的方式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好